哈囉 某某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佩珊 我是陳永康 今天要來介紹一本 真的是今年度 曠世巨作 最佳的課外 幼良讀物 作者就是陳永康跟佩珊 我本人 這不是教養書 書名很好記吧 我小的時候經常被打 經常挨打 像人家說我的臉這麼小 就是張媽媽 一巴掌一巴掌一巴掌 打成這麼小 打成巴掌臉 所以我的岳母 妳的娘 她的手有修圖功能就對了 可以一直修小 別鬧啊 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現在打不是情 罵也不是愛 所以我自己做了媽媽以後 從來不打小孩 那對我來講 寫這本書的過程 有點像是把我 人生的前半段 因為它的起點就是 我們結婚 開始生孩子那時候 一直寫到現在孩子20歲 等於是把那20年的時間 很多情感 關係 重新梳理 是要演해야來的